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天霸对阵第二的G2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边地图是选择了红教堂BB搬掉了 一个先知BOE果然如我所说打了一首女巫 这套阵容打女巫带的是闪吧 我觉得带个闪不错 带个闪不错 因为你带个放狗万一你祭祀也不好抓 打个洞你这狗子可能会被废掉 带个闪嘛 虽然说前期抓人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他中期的那一波推进的节奏 抓到了是可以把穷者全部打残 然后让他们救不了人的 第一个人遇到的果然是祭司 拉过来原生信徒 祭司信徒在里面走一波来挡你的路 好这边 但好像原生信徒是不是停了 这一手原生信徒的一个自动跟随停了 两边的协同没有做得特别好 这样的话让祭司有了一波拉开距离的机会 这样的话这祭司可能不好抓了 而且抓祭司的一个收益并不高 看这边BB怎么选择吧 刚才是错过了这个鸡血石 再过来 再过来是个佣兵 一轮的节奏是断掉了 刚才如果说第一刀能够打上 无论是原生还是祭司 我估计这边的 无论是那个原生 还是那个祭司 我觉得这祭司都要倒了 因为有闪现的嘛 闪现好了 这边还是能够处理的 这边来抓娃娃 这里再来 我觉得这个洞打掉 你这边娃娃处理不了 这娃娃就拉走了 娃娃在这边板子里卡着 因为现在没有人受伤 真的你说把这娃娃打了 祭司离你十万八千里远 对吧 然后没有人受伤 祭司开始重新修一台电机 修得又很快 电机是控不住的 这个节奏偏向于一个 女巫的一个劣势了 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劣势了 而且这个劣势还不小 因为前期一刀都没打中 一刀都没打中 寄身好了 我感觉要赶紧补寄身 这个时候其实女巫可以选择的是控场 原生 这边 还好 这道补上了 补上的话 拉走以后 因为祭司没有剪圈 所以说他销不了这个信徒 这信徒会一直跟着他 然后有闪现 应该是两信徒包 这边交不交闪 不交闪 等 好 这边闪现一刀带走 但是外面修掉的不仅仅是三台电击 应该是将近三台半到四台了 这里是娃娃这台想要去干扰 估计管不住 娃这台差了没多少 而且这边队友一爆 因为就是个死黑队友一爆 这娃娃也不会说是对吧 在那边不动让你打一刀的 傭兵这边过来救人 也就是娃在电击点开 那街市那边来点击开 傭兵这只要修 傭兵只要能卖血把人救下来 前方这边修完 然后傭兵不吃双刀 这把节奏就够了 这边把这个闪现这个娃打了吗 也就这样了 看怎么保平的吗 因为闪现女巫还是有机会保平的 还是有机会保平的 而且不过对于穷者来讲 一个什么好处呢 这把抓到的人不是那个 抓到的人不是那个机械式 而是一个祭司 祭司在开门战 就是上挂飞的那一波被救下来以后 祭司是可能会有不错的一个发挥的 特别是他的一个椅子的位置 如果说是靠近教堂的话 这个祭司是有机会能够逆天的 那就看这边 电击好之前 我觉得祭司倒还是会倒的吧 这边先推一个墙 小瓷 打一刀 好的 电击的话 机械式还能开完 我觉得 安排机械式来救呢 没有安排前锋来救来的好 因为前锋来救了以后 前锋有球 他可以随机应变 而且也不怕你拦 你拦了打一刀 我拉球过去 还是可以把这个人救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 救人的话 还是安排前锋来救 这边拥兵是已经压好电击了 这样的话 机械式可能要准备去天门 娃娃是没有的 开门战的话 祭司应该是一个半血的状态 前锋不知道是满血还是半血 但是影响应该不大 电击好了 就看这波怎么保平了 一刀打 好的 这边救下来 追一刀前后还是追一刀祭司 这边10秒钟以后有寄生 皮皮这边选择再补一个寄生 这样的话可以管一边的门 这个选择也不错 但是这样的话会给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边选择职业量 不给你机会 对 这样的话 这一手电击量的就很难受了 前锋相当于一颗满球 要把机械师处理掉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穷者这手电击量的太好了 量的没有给到皮皮机会 如果说皮皮这边能够把机械师的信徒补完 以后再量 那他这里的话就可以腾出手去 先把祭司压制住了 这边祭司打了一个大洞 闪现一刀过来 一刀倒地 那边 拥兵 祭司三个人全部在小门直接走 这一把 穷者的一个牵制 只能说是完全滴水不落 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然后皮皮的话 主要是第一波的一个抓人在小房 那个点位让了一刀 就让了这一刀 以至于他所有的一个节奏点往后推了很久 然后他又不想要去放这个节奏 然后他想要换节奏 但是没有换起来 那很可惜 这样的话被打了一个三跑